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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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仲林其實我們聽了別人的故事 那相信我們過去在投資也是 走著這個前輩的經驗 然後自己再慢慢摸索上來的 過去在這個家庭的資產配置當中 你好像曾經也買過三個基金對不對 也是因為這樣讓你致富 那你有沒有在選擇上 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想法 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 我會覺得就是在選擇 其實包括選擇個股跟選擇標 那個基金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說我用一個例子 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先講一個概念 你會不會相信有一檔基金 或是有一個市場 有一檔基金好了 就是行情上漲的時候 它漲很多 跌的時候它都不跌 這個會有這種基金呢 聽起來很像神話 就是你如果有這種基金來講 你應該有兩種 一個就是你宿醉沒心 一個是喝到假酒 你才會有這種幻想 所以說怎麼會有一個基金 漲的時候它漲得很兇 跌的時候都不跌 它都不跌 所以說來講那既然知道說 當今天這一檔基金 它會有類似像所謂的 漲跌的那個特性很明顯的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特別挑最近這個全世界裡面 大概最爛的一個市場 但是你想想看 當你在所謂的 在一個底部的進場的時間點 其實這個時間點 其實有一點點剛剛好 跟剛剛博人切的那個時間點 其實蠻類似的一個時間點 當你在這邊的時候來講 譬如我要挑基金 我怎麼挑 在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各位善用一下優質散戶的特色 有一個網站叫做投信投顧工會不用錢 投信投顧工會裡面來講 它裡面有包含台股所有合法上架基金的 叫做績效評估 所以說有李博的版本 也有成新的版本 就等於是說 當我在準備進場的時候來講 我希望挑的是什麼基金 其實我等於是在評估 就是在有一段在跌的時候 當指數在跌 指數在跌的時候 這檔基金 它的跌幅比較大 很多人是不是就會 糟糕 這個基金跌得這麼慘 好像不能買 但是在漲的時候來講 其實它的漲幅也會比較大 所以當出現 譬如說我們評估了一段 上漲的時候 把那個基金的排序 就等於是譬如說 第一名漲多少 第一名漲多少 我們把牌序排下來 然後在跌的時候來講 我們是被你倒著排 跌幅倒著排 是不是透過這兩段 我是不是馬上就可以知道 是說在這一個市場 出現市場上一個高漲 一個下跌過程中 哪些基金是在漲跌的時候 它的特性都特別明顯 當你發現的時候 阿摩根 我們就知道 當出現這個機會的時候來講話 雖然它在漲的過程中 它不見得是漲第一名 但是在跌的過程中 它也未必是第一名 但是你綜合評估之後 它的漲跌特性 比較符合我們認知的 叫做合理的狀況就是 你不可能有一檔基金 可以漲翻天 跌都不跌 它的漲跌的特性 只要夠明顯 當下一次你抓到一個機會 在做進場的時候來講 你挑選這種漲跌特性 比較明顯的基金 基本上來講 你所賺取的投資報酬率 我們怕的就是 你抓到趨勢 抓到市場 也抓到基金 但是你抓到的是 漲的比較少的那檔基金 你也會悶 所以我們會用這種方式來講 其實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透過免費的 投信投過公會的網站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排序 就是說其實像我每個市場 都是這麼挑 挑印度也好 挑印尼也好 甚至我們挑所謂新興市場 我們都是這樣挑 就是在一段上漲的過程中 誰漲得多一點 在一段下跌的過程中 誰跌得多一點點 我把它綜合一下 我大概就會知道 那你是去每個市場 撈它的第一名而已 還是說你會前三名都撈 然後看這個漲跌幅最大的 再把它挑出來 我通常都是先撈前百分之十 因為不同的市場 譬如說像南韓巴西 他們在台灣的上架的基金 相對少 我不太可能挑到十檔 因為他們搞不好 總的也沒有十檔 所以我大概如果說 它像美國 中國 這些都比較檔數多 所以我們大概是挑百分之十 在裡面去做一個交叉比對 比對最後來講的話 我到現在好像也還沒遇到過 上漲第一名 跌也就跌第一名 好像也沒那麼剛剛好 但是它很有可能是 上漲的時候是前五名 下跌的時候也是前五名 我說就你了 那就你了 然後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說它有沒有什麼 特殊的狀況 但是就我的經驗來講 當我們挑到這種基金來講的話 第一個 它的基金規模相對都大一點 它比較不會是那種 基金規模就十億二十億 因為大又相對穩健一些 對就等於說我們其實基金 我們不怕它倒 我們怕它基金公司倒 是 所以說來講的話 基金它的規模相對大來講的話 對我們來講 它是某一種形式的保障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來講 是我比較願意相信說 不是專業法人 但是我們是優質散戶 我們一樣可以做得到的一個動作 我會覺得這個方法 我用到現在來講 我覺得相對輕鬆 但是我還是會投入點時間去研究 但是研究出來來講 它不會花我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既然是優質散戶 我要問一下佛仁哥 你的優質散戶的法則是什麼 你好像有整理出 三個五十的這個投資法則 這個我自己的一個想像 就是怎麼跟我的年輕的女兒 描述說你的這一生的投資應該怎麼做 它這麼小就有這個概念 我希望我可以講得通 我不太確定它能不能聽得進去 但你先做一個思想的實驗 就是說假如你的人生從三十歲開始存錢 那你要存到六十歲的時候退休 然後從六十歲退休之後 花你存的錢 花到九十歲你死掉 所以你存了三十年 你要花三十年 那你的儲蓄率應該要多少 你才能夠很安全的達到這件事 先假設投資報酬率是零好了 通膨也是零 就是這兩個我們都不要算 那光是存錢 你如果去計算起來 大概是這樣這樣子的表 所以計算起來反正答案就是五十 百分之五十 是應該很好算出來的 就是你應該在你的有生之年 假如你先做到了存百分之五十 就是你可以控制這件事情 就是你存百分之五十 只花百分之五十 你從幾歲開始存百分之五十的薪水 到你的戶頭 我們就說假設三十嘛 假設三十 這是很理想值 因為我覺得一般人不太能做到 那我是因為已經過去了 是根本做不到 我的建議是覺得 當然一開始真的是難 你如果一開始二十歲出來工作 二十幾歲出來工作 你說要存百分之五十 真的是難 所以我說計算 就不要從二十開始算 你從三十開始算 應該是有機會的 就是說你繼續過你的大學生活 但你三十歲的話 那你應該是有機會存到百分之五十 那一旦儲蓄率是這樣 那你只要剩下來 因為我們投資報酬率 其實是不可測的 就是以我的邏輯或想法來說 你不可以預測 到底投資報酬率是多少 因為不知道市場給你多少 就是多少了 因為我們就是買市場 所以市場給我多少報酬率 就是多少報酬率 但是你要怎麼相信 你要相信市場給的報酬率 會超過通膨 這是不太合理說達不到的 就是說一個全部的最大型的公司 它每年賺的錢 連通膨都趕不上 那就沒有必要投資了 對 它沒有必要經營那間公司了 所以這個不太可能 就是說趕不上是不太可能 但只要超過 你就一定會提早退休了 所以基本上你儲蓄率只要能夠做 努力做你可以控制的部分 儲蓄率拉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努力做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把你的事情做好 就是你在什麼工作上 把那個工作上要做的事情 做到最好 你是第一名了 記得跟老闆說 我是第一名 請加薪 或是給我公司的股票 但通常都不會實現 這很難講 所以才離開公司 所以你也可以換公司 就是說 你已經覺得你做得很好 很努力 然後你也達成 你設定了很多的目標 可是公司不願意帶你更好 那他也許覺得便宜一點 一樣可以做成這件事 那也沒辦法 所以你得努力 讓自己在各個面向上成功 不是存錢存得夠多 投資0050 所以我總結就是一個 三個50的策略 就剛剛解釋了 第一個50就是 存50% 第二個50前面從頭就開頭 就是一直講 你就是買0050就對了 那什麼時候你可以說 站起來跟老闆說 我不做了 對大家都很想要準備做這件事 對 第三個50就是 我叫505 就是說你到 等你退休的時候 你就是應該要存到20年的開支 其實你從 在這之前 你就應該一直每年都有紀錄說 你存50% 你花50% 所以你知道你的年支出是多少 一旦你存到這個年支出的20倍 也就是5%的倒數 就是說你花你總資金的5% 那50%是說什麼 50就是說你等你退休的那一年 你就應該把你的資產裡面 投資在0050的100塊 50塊移到定存來 你還是走比較穩健的路子 對 這是一定會成功的 你不用依賴任何高報酬 你要的就只是5%的 你這個10年 你就可以每年花5% 所以你有10年的很長的一個 一個彈性的空間 你不會急著說 我非得要賣股票 所以這10年當中 需要的是投資報酬率 大概是 如果負利率來算 大概是7.2左右 那歷史上 台股的0050的報酬率 大概是在9左右 那扣掉通膨 1、2 也還有7點多 一趴兩趴還可以說得過去 對 基本上7點多的報酬率 在這個狀況下 應該是可行的 那當然我們人一到退休 我們常常說 我一定要花的跟 退休之前一樣多 還是更多 因為想要圓夢或是怎樣 這其實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但是你至少要做到 我事實上還是有彈性的空間 就是還可以再壓低的 就是不可能在退休的那一天 60歲的那一天 我的開支是完全不能調低的 所以一旦遇到這一種 你已經存了20年的錢了 然後你有10年的UV放在旁邊等待了 又遇到股災 因為這個時候最怕的其實是股災 股災就是 系統性風險 系統性風險 而且你沒辦法預測 雖然剛剛有一個指標說可以預測 千萬不要在那個指標出現的時候退休 那但是你怎麼在這個 你應該在專業上 這個叫做報酬率的順序風險 就是說你在最有錢的時候 出現報酬率最差的那種狀況 就是說你最大的部位在股市裡 結果在那個瞬間出現報酬率最差的那個 那個年報酬率 那一旦出現這個 你一定要凹下去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它已經跌到股底了 千萬不要在那個時間賣 對 但重點是0050 如果其他的股票可能不是這樣操作 對 當然其他的就不能 這個策略完全是基於賽 前面兩個50你都聽話了 所以第三個50 你才能夠說很安穩的說 我這10年只要遇到下跌 我一定要補進來 然後同時壓低自己的支出 不然你沒東西補 所以你的支出能力一定要有一點彈性 不能說很硬的說 我一定要花到5% 那也許是5%到4% 或者3% 我都還是可以接受的花錢 特別是那一年突然股災了 你怎麼可以說 那一年我還是要花一樣多的錢 就像COVID-19 或什麼 你要留一點餘育 對對對 才可以操作 在整個氣氛都很不好的時候 你當然是會留一點 那這也很正常 大部分人應該都做得到 那在這個時候你就應該加碼 再讓它回復的時候容易一點 所以基本上這個模型 就是我覺得可行的模型 希望我女兒會看到 感谢观看